今天教大家健康的凉拌海芯 这个凉拌海芯在节假日期间 如果有应酬就很方便 一会儿就可以捧到一个很简单的菜 我们今天的材料有蒜蓉和姜蓉小河 这个青瓜不是开派对用的 所以做得少一点,4个 我们用一个红椒,一两小个 这个芫荽有少许 如果量多,就要增加多些 我们发好的木耳大概是100克 要洗干净 我们的主角就是野生的阿拉斯加红海芯 这个海芯我们平时就发好 备定就在冰箱里,拿出来解冰就可以做凉拌 如果早上拿来点酥油吃,就不用解冰也可以 这些发好就很好用 这里我用的量是小条的用了三条 我们这里就是调汁的味道,就用了震干香醋 和生抽,用了麻油,用了红糖 这些芫药 我们现在做这个青瓜的时候 的秘约就一定用膠袋 这个膠袋很有用的 我们放在这里 如果拍青瓜的话 我们就不用弹到青瓜到处 我就会用膠袋套住来拆 我们先将这个小青瓜 先将这个小青瓜 头尾这个位置就不要 和这里中间我们就切了去 但是那些囊就不用清理 它不同那些大条的青瓜 这些小黄瓜它会脆口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会将这些青瓜 放在这个膠袋里拍 这样它就不会弹到到处 我们先用刀背来拍 仔细拍开就 natural 这样就不会令到脱 nel 这边我们当我们很乾净地 把青瓜切成小段 不要太碎,这样就对了 如果这些还没开口,拍得不够松 可以用刀削开 这两个红辣椒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把它拍一拍扁 切了一个钉 囊就要拿出来 这些钉是一刮就出来了 这些钉是非常辣的 所以我们不会用它 我们这个红辣椒就用来 用来点准了 点准了这个凉拌好看点 还有它带起鲜甜味 切开它小小块 我们一定要放在这个青瓜 我们现在的青瓜 我们放半茶匙的盐 不需要太多半茶匙的盐 我们这里就把它留下空气位 将它这样熬 熬到大概两三分钟 它就出水了 我们可以先放在旁边 我们现在把红海芯 它就将它的羊拿出来 如果整条吃就不用拿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做凉拌 我们会将里面的海芯羹拿出来 这个海芯非常干净 切成厚一点的片 不用切得太薄,令客人吃起有口感 海芯的骨胶圆很丰富,做凉拌可以换花款 海芯羹的营养很丰富,海芯也很好吃,很Q,很大牙 这是单边的木耳,木耳不像白贝木耳很硬 做凉拌就用这种最好的级别的单边木耳 大片的木耳就轻轻切小一点,不用切丝 做凉拌,因为这样很容易吃 买大片的木耳就要切幼 但这种是单边木耳就适合大小 我们只看到这几块大的就切小一点 木耳就不要建议放太多一次 因为它不适宜放太久 所以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做 这凉拌,就会比较健康 和鲜味更好吃 放太久,入了酸味就不太好吃 海芯本身泡发的过程中,已经熟透了 我们现在只将它轻轻加热一下 拌一拌冷气 现在绿海芯放进去,只水一滚就可以拿上来 把海芯放在水中就能吃 这个口感是最好吃的 这个时候我们做凉拌,就要把它冻了 那我们现在放在这个预先放好的冰水中 这个是干净的冰水 那我们将它冷却去 如果你做热吃,就不需要冷却 那我们浸泡到它冷却去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煮这个木耳 这个木耳是未熟的 那我们现在放进去煮 木耳就很快就可以 但是最少我们是好些 就煮5分钟就比较好 这个时候我们煮着木耳5分钟 接着我就去调汁 这个时候我就教大家调定这个凉拌汁 这个凉拌汁呢 这个蒜蓉和姜蓉是要有的 那我们就放这个香醋 香醋呢 我就喜欢它比较酸 少少少好吃些 那我这里就放了3汤匙的香醋 那我们的生抽呢 我就会放了 这里我会放两汤 两汤匙的 因为看看你放的多少 就随意的可以了 生抽我会放两汤匙 生抽我会放两汤匙 麻油呢就放一茶匙 我们先放了这个红糖先 不用一个匙匙 不用一个匙匙 那我会放红糖呢 我会放一点点 因为甜酸 要够酸才好吃 这个糖呢 我放了一个半茶匙 因为当你做甜酸的时候呢 又要够酸才好吃 那现在呢 就放了这一茶匙的麻油 那这个配方呢 就调坏去 那我们现在 冰水浸泡的 嗯 红海芯呢 很漂亮啊 看上去很Q 很Q 很喜欢的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木耳呢 煮透了五分钟 那我们就要继续 放回到冰水里 将它冷却 做食物呢 就有些耐性 很好玩的 那我们现在 已经泡了10分钟的青瓜 那些青水 我们主要这个 这个盐是用来去青的 那现在这些青的水 出来了呢 那我们很美 这个胶袋的技巧 就很方便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在这里剪一剪口 那我们就将这个里面的 所有这些水呢 就流出去 那我们浸泡了的 这些盐水啦 青水全部清掉 那这个青花特别好吃 非常方正维身 那这个胶袋有用的 那这个胶袋有用的 那出到很多水出来 那我们现在拿了一个 那个水呢 你觉得 你以为它很少的那些水出来的 原来拿完之后 真的很多 你看滴了那么久才 全部清掉出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用一个干净的玻璃器皿来做凉拌的海芯青瓜 现在把芫荽切成中段 把冰镇冷却的海芯和木耳 把水去掉 把水冷却的海芯和木耳 把水平均匀 如果想快脆,就把所有水平均匀 把所有水平均匀 用一个包袋把所有水去得干净 不用煎太多其他东西 把水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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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冰箱中放入冰箱,最好要半个小时 如果想最好吃的话,提前一个小时放 刚刚开桌的时候放一个小时就是最好吃的 这样一模糊就非常均匀 凉拌菜放入冰箱冰箱后 把海参排好,请客人非常美妙的感觉 自己也有享受,酸酸甜甜,开胃菜